在中国广东及香港 盆菜现在已经成为贺年菜之一 究竟盆菜里面都有哪些美味佳肴 又为什么叫盆菜呢 来看梁秋玉报道 大家看到桌子上摆的这一盆菜 就叫做盆菜 盆菜是广东过年时的一种传统菜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现在在香港的新界围村也十分盛行 结婚 过年 大家吃中国兴这个友谊 吃剩下这些就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翌日吃 整支这么好吃的 这么多东西粘在一起 整支这么好吃的 演变这些人后来就将这些 过年的这些菜 放在一起 祖籍广东中山的厨师洪杰明说 以前的盆菜是乡下人过年吃剩的菜 而现如今用料更加上乘 包罗万有 通常有鲍鱼 海参 虾 花椒 好齿 鸡鸭牛肉 梅菜扣肉 发菜 冬菇 粉丝 西兰花等等 只要砌在一起 再回回它 蒸回它 那么多种味叩在一起 有些风味 加上这些人 有盆菜在这里吃 感觉过年是很开心的 连这些 我们现在这些客人 吃盆菜 连小姐玩机都不玩的 因为盆力又比较高 每个人要站起身夹 大家很开心的吃盆菜 吃盆菜也是有讲究的 过年的时候大家一家人 男女老幼坐在一起 围着盆菜一起吃的时候 也是要一层一层的吃下去 先从上面的鲍鱼海参吃起 盆菜最后一定要剩一些 象征年年有余 虽然物价年年看涨 尤其过去两年受中美贸易战 以及最低工资上调影响 餐厅成本也明显增加 不过洪师傅说 他的食人份盆菜至今仍卖168元 过去五六年都没有加价 盆菜需要提前预定 如果食人份太大 通常餐厅也会预备小份盆菜供大家选择 26台记者梁秋玉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